2012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开打 台湾选手谢淑为第一轮不幸落败 而同一天出赛的卢彦勋呢 则是因为前球王费雷尔阴上退赛 幸运挺进第二轮 面对丹麦甜心沃兹尼亚 谢淑为一开赛就展现任性 双方拟来我往拼进第七局 谢淑为不断施压 逼迫对手失误 顺利拿下第一盘 罚得投手的谢淑为 第二盘又和沃兹尼亚拼到抢7 但焦土战让谢淑为气力放进 不但被扳平比数 第三盘还直接被对手以0比6的比数淘汰 因为我想说前面第二局还蛮有机会的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然后后来我的就是我要攻击的嘛 然后我的脚已经都顶不住 所以失误率又开始大增 当然他世界排名这么高 他的体能方面来讲都是比较占优势的 谢淑为在第一轮止步 台湾选手的单打希望就只剩下卢彦勋 刚拿下泰国公开赛双打冠军的卢彦勋 面对前球王费雷尔表现毫不畏惧 卢彦勋好球连连 而费雷尔则是状况不佳 一路落后最后阴伤退赛 卢彦勋顺利挺进第二轮 继续在中网单打赛场上为台湾争光 中世新闻曾经好许一环 北京采访报道